现在科学家 他们肯定 宇宙之间 真的有不同维持的空间 黄念书老师告诉我 他学科学 从理上讲 空间维持是无限 但是科学家从四上 他确实能够证明 至少有十一种不同维持的空间 这是科学家发现 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突破 如果能突破 这个佛经上所讲的很多东西都被证明 这是我们非常欢迎的思想 佛经把佛教证明 可是那么佛法他用什么方法突破的 他用禅定 于是我们就想到了 空间维持怎么来的 妄想分别执着来的 那么你就想到 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有多少 无量无边呢 那空间维持就无量无边 是怎么来的啊 那禅定的作用 禅定间你把妄想分别放下 这一放下 空间维持就没有了 就突破了 所以 你所如 无爱啊 烦恼障没有了 所如就无爱了 那所智障 要是没有的话 就说 你所行就无爱 行就 教化重生 对于什么 对经典没障碍 我们现在学经典很苦 很困难啊 原因在哪里 有所智障 所智不是障 障碍所智的那个 就叫做所智障 那障碍所智是什么东西 是你想的太多了 你才障碍 我们今天讲 求知的约望 求知的约望 其实就是佛经上讲的 所智障 那佛教什么 佛教人什么都不要求 智慧就开了 为什么 智慧是自信 本来居住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得下 但以妄想执着 而不能正的 讲妄想 讲执着 里面还有一个 分别 说个头 就圆满了 就不必再多说了 实际上就是 但以妄想分别 执着而不能正的 你看 所以中国古人跟佛菩萨教人 夜门深入 常识寻修 他就认得了 所知障没有了 我们这个也想学 那个也想学 学了一大堆 全学了所知障 所以他不能开悟 这是秘诀 秘法了 可是人不相信 人总认为 我不学 怎么会知道 那我们有利 头一个释迦摩尼佛 给王族证明 他学了十二年 知道东西不少 但是还有很多 不知道 他把十二年 所学的放下了 去入定去了 这从定中一开悟 全知道 十二年所学的 很有限 这从定中一觉悟的时候 变法界虚空界 他统统知道 过去现在未来 所有障碍都没有了 他为我们实现的 那么第二个在中国 你看看中国 唐朝时候会能大死 我不认识字 没念过书 走入佛门 一天经都没听过 不认识字 他当然不会看经 你看看 他那个妄想分别 执着一下方向之后 可恶 误了之后 无论什么经 他还是不认识字 你念给他听 他讲给你听 他有这个本事 什么障碍都没有 不但释迦摩尼佛 四十九年所讲的一些经 他都能讲 讲的跟释迦摩尼佛一样 释迦摩尼佛没有说 释出世间一切法 他没有一样不同的 这种智慧能力从哪里来 自信里都本来去做 就是他坚信地讲的第三句 何其自信本自去做 所以中国跟古印度的教学 他没有别的 这个你要知道 他叫你坚信 你信自信的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德能 无量的才艺 无量的佛报 全切解